鏡頭 在戲中的角色嗎? 我在戲中的角色是一個就是 你的大兒子的前女友 現實的壞女生叫孟凡 非常現實的壞女生 所以是國家無緣的媳婦這樣子 沒錯 他育哥講的 我兒子應該有很多前女友 你說戲中的兒子還是真實的兒子 他戲中的戲中的 我差點以為你要不小心 破路自己兒子的八卦了 好的 那想要請問一下 裕芳姐在戲中飾演的角色 是什麼樣的角色呢? 我在演什麼角色? 這部戲我演一個有公主病的媽媽 公主病的媽媽 所以跟她那個很活潑是那個反應 是真實的歌星 是一個有公主病的媽媽 然後每天都搞出很多的事情 讓我的大兒子去擦屁股 所以你本人也是這樣子的媽媽嗎? 我都在幫我兒子擦屁股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劇中有人演到說 你的兒子 因為你本人也是跟戲裡面一樣 就是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對不對 那萬一有一天 你的兒子跟劇裡面的男主角一樣 就是不小心把別人的肚子搞大了 你會什麼反應? 首先我會先確認我兒子是幾歲的時候 把對方搞大了 比如說他18歲跟28歲 把別人肚子搞大了 我的反應就會不一樣 那如果是18歲的話 18歲的話 因為那時候我還年輕 我可以幫他帶小孩 所以重點是年年後年輕 你28歲你就自己搞定了 28歲就對了 對 好的那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剛剛Kimi有講到自己是一個 飾演一個壞女人的角色 就是不太好的前女友 對 我想要問一下 那個 如果你本人就是兒子 也是交到這種女朋友的話 你會怎麼樣反應? 你會希望他們趕快分手 在那邊塞龍 還是說就是隨便他們呢? 這個就是個人的業障 個人自己扛 所以就兒子有聽到了齁 我覺得你要交什麼女朋友隨便你 媽媽沒有關係 他有他的人生對不對 他受一點傷 他才知道他怎麼樣追求他的真愛 對不對 真的是非常開明的媽媽 對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Kimi近期的作品啊 像那種鞋還有本片 我們的HELLO有事嗎 都有跟我們的成恩有合作到 想要問一下就是 你跟成恩的合作 有沒有什麼感想 覺得他是怎麼樣的人啊 或是 其實我們拍HELLO有事嗎 才是第一次合作 對就是拍攝時間的話 他是我們是第一次合作 然後有一次 因為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是冬天很冷的時候 然後我們女生們要穿很短的裙子啊 什麼的 然後他就很貼心的 把他的暖暖包就遞給我說 哇 不行 這個你用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本來是要罵他的角色 然後我想說 不行我要跳戲了 瞬間話不下去了 我快要跳戲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還要罵下去了 對 但是他人非常好 是一個暖男的感覺 對 好的 照顧大家 好的 好啊 好啊 好啊